照片手法无孔不入过去 你可能会觉得有些人会透过简讯或者是LINE的方式来骗取你的个子 但现在有民众在手机滑着滑着就收到了这样子的共享相簿通知 让他觉得是不是诈骗 不透过手机加LINE改用账号要求共享相簿 小徒很清楚是要你加他LINE 跟平常简讯诈骗一样换汤不换药 邓小姐没点开 但如果是长辈不慎用手机误触接受怎么办 答案说就算不慎接受 顶多就是收到一些垃圾广告 不至于相片会被窃取或是个资被盗 诈骗日益猖狂 求职陷阱也再有新招 民众网上找工作 上头薪资写两万九 性质是门市上架仓户整理 怎知私讯聊却是挂羊头卖狗肉 LINE对话对方说包装已有人应征 改问民众现在真的是帮厂商测试机台 不止公时自由调配还能居家上班 网友说这是典型诈骗之后跟你要存折骗账户当人头 甚至同样手法也在其他平台出现 刑事局提醒这些来路不明的工作机会都要小心有诈 达着免经验高薪等优渥条件 透过社群媒体招摇撞骗 小心这彩色唐一下可能包藏货薪 TVBS新闻张敏若林立物宣同台北报道